財務高鐵如果再不進行財務改革最快 明年3月就會破產了 高鐵區今天在立院交通委員會提出了改革方案 然而其中降價的幅度又惹爭議 朝野立委一番拉鋸之後 決定下個禮拜先舉行公聽會 再來審議高鐵的財務改革方案 將高鐵財務解決方案送到立委手中 但委員們意見一堆 還沒開會就先休息協商 失算表出來開完公聽會 下個禮拜三可以 總算高鐵局長上台報告 這一次財務改革方案 有關高鐵是否破產 因為高鐵目前積欠了特別股股東533億元 已經有四件訴訟案被判決要贖回 如果無法改革高鐵最快明年3月就可能破產 到時候政府全面接管估計要花3900億 得花59年長清本席 因為這筆還要全民買單 讓立委們不是滿意 這樣的財務改革方案就是圖立高鐵公司啊 不是圖立高鐵公司是全民最大利益 還是一句話就是說呢 我們希望高鐵公司能夠永續經營下去 這個永續經營是由我們販工股來主動 財務改革內容包括先讓特別股 減資391億元再增資一般股300億元 好削弱五大股東的勢力 再將特許期從35年延長到75年 目的就是希望能減輕高鐵每年本金加利息 還有折舊攤體等龐大的財務負擔 如此一來北高票價渴望從現行的1630元降到1530元 但立委們認為這根本是送給股東們大紅包 多數民眾還是得承受降價後依舊貴的高鐵票價 你們對高鐵公司送出三個大紅包 對社會大眾對消費者這麼扣門 高鐵公司呢經過重組以後還是倒掉了 還是有財務破產的問題 那最後還是我們納稅人買單啊 所以事實上一定是追求全民共同的最大利益 就是怕破產高鐵急著闖關 但立委們沒看到財務失算表 要求再舉行公聽會才能決定 讓瀕臨破產邊緣的高鐵公司能否安然過關 郵件TV引得意無登立 台北報導